我们现在继续鼓励继续扎根 最后我们团结努力 基隆我们一定要把立委这个席事赢回来好不好 好 国民党赢回基隆市长后趁胜追击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到基隆新春团败时已经校正 2024一定要赢回基隆这一席立委 而面对一年不到的立委选举 民进党年轻世代现任市议员张炳钧 也开始备战党内立委初选 除了狭带中山区市议员选举第一高票的成绩之外 像是元宵节前不断跨区发送 深受小朋友喜爱的梦幻扑扑球灯笼 就是希望拉近和民众的距离也提升知名度 中山区的议员高票当选 有中央 有 很优秀 我有中有中有中 有选上 扑路 好漂亮 虽然还没有正式对外宣布是否参加民进党党内立委提名初选 不过张炳钧跨区加强各项服务的动作评评 没有减弱只有更强 也用实际行动回应国民党主席的校正 不只国民党年轻世代现任议员们在备战基隆市立委党内初选 民进党年轻世代市议员同样也在准备立委党内初选 选出最强人选 2024一绝高下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